好,谢谢。大家晚上好。 我们现在的佛际已经过去了一半了。大家感觉怎么样? 到这个时候,你应该已经感觉不错了。 有人有这样的感觉吗? 好,大家继续。 我们再来听宣化上人过去佛际时候的讲法。 我们开始放磁带。 修了席乐园之后,我种了好多木瓜树,好多竹,好多松树,种了好多。 最初在香港修了席乐园之后,我种了好多木瓜树,好多竹树。 到第二年,这些树木都打风打死了。你记不记得? 记得,记得,记得,记得。 各种时我就港了。我以后再香港一天,我就不准香港再打风。 那个时候我就说,我在香港一天,我就不准香港再打风。 我离开香港,我就不管了。 那时候我是这么港的。 我离开香港,我就不管了。 那时候我是这么港的。 我港过之后呢,好奇怪。 我港过之后呢,好奇怪。 每一年打风的时候呢,这个风啊,冲到香港来了。 每一年打风的时候呢,这个风啊,冲到香港来了。 到20个mile,转到一边去。 15mile,转到一边去。 我坐ушene默地要! 全部十几年的野 temps吗? 这断港没有打过风啊。 根本十几年的曳港没打过风啊。 在很多田馅前走过测地郁去其他人。 香港就打颶颜风光 等我到澳洲之后,一个月之后,香港就打颶颜风 香港招牌满钢飞 打烂了好多屋 招牌满钢飞 打烂了好多屋 好,我们现在停一停,我们来讲一讲 这样我们可以把这个文件的内容讲完 所以在香港又建了一个新的道场 他试图把这个道场给明官法师 明官法师那个时候已经没有足够的福报来接受 可能鲜化上的那个禅乐比较简单 要比明官法师以前的道场要简单得多 因为明官法师以前的道场是虚音老和尚传下来的 所以里面肯定是很庄严的 宣传上人的这个禅的道场 他用来打禅气的道场 完全没有什么令人注意的地方 但是即使如此,明官法师也没有足够的福报来接受这个道场 所以那个道场基本上就是一片土地,一个小的楼 然后有一些佛像 所以你看需要有很多的福报 才可以成为一个道场的住持法师 不要被这个外向所迷惑 所以他说他建了希乐园 我觉得他大概在香港有三个道场 一个是这个恒定 你之前听说过他的名字 他允许恒定去其中的某一个道场去闭关修行 恒定是这样开悟的 在恒定开悟之前 他被三个魔王攻击 他当时被迫要向喧哗上人打电话求助 他写了信给喧哗上人 然后喧哗上人立刻就给他打电话 我第一次听说喧哗上人 他加入了他去帮助他的弟子 插手去帮助他的弟子 对我来说很有意思 因为 喧哗上人最开始的时候是教禅 禅 是我们关键的知识 关键的一个技能 来帮助把我们的知识传给下一代 禅宗 禅宗 是最主要的我们训练 训练人的渠道 训练我们下一代的渠道 所以 一般大臣的祖师都是禅师 都有很厉害的禅宗的功底 所以他最开始是教禅 然后他就建了希乐园 我们没有很多的细节 但是这告诉我们 这是他教净土的地方 对我来说很有意思 对我来说很有意思 他就开始教禅 这样他可以 建立一些名声 让大家知道他是真的禅师 真的老师 真的祖师 然后接下去他建了一个道场 来教净土 他就是祖师 他开这个道场 这样我们有机会去在他的保护下面修行 所以他建了这个希乐园 所以他建了这个希乐园 他种了很多的树 帕帕亚 帕帕亚 木瓜树 我不知道这个木瓜在香港有多好吃 在夏威夷的时候这个木瓜非常好吃 你有吃过夏威夷的木瓜吗? 你有吃过香港的木瓜吗? 你有吃过香港的木瓜吗? 我们去过夏威夷 然后去吃过那边的木瓜 You too 好好吃 memorial 愿意 Sophia Gu 有一个问题 师父 在我们拜佛的时候 我们是在拜自己的自信吗? 我们在拜的时候要观想自信吗 是不是说你不应该 你就是根据我们给你的指示 你就拜佛 不要来说什么自信 因为你还不知道这个自信在哪里 你还不知道这个自信在哪里 所以你怎么样能够去拜你的自信 对你来说你只是一个概念 这个佛你是能看得见 因为你可以放一张照片 放一个佛像 我们还有很多关于拜佛的问题 六号 有两组拜佛的人 有一组人他们开了屋 另一组人没有开屋 看起来他们好像是用的是同样的法门 花的是一样的力气 为什么这个结果有这么大的区别 就是说我不知道你这个 我没有听清楚你的问题 能不能重复 雪莉说 有两组做三步一拜的这个弟子 他们用的是一样的法门 一样的 他们有一样的善知识 他们有同样的修行方式 为什么一组人他们开了屋 一组人中有人开了屋 另一组人没有人开屋 所以这两组人的区别在哪里 就是说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他们是善化上人的弟子 我不清楚到底里面发生了什么 第一组人第二组人身上发生了什么 但是呢 我告诉你的是我的猜测 我有这张大嘴巴 所以我就不停地说啊说啊说 所以我说的话你不要全盘接收 我觉得呢 第二组人 善化上在他们写的日记里面 先修行者的日记里面 善化上人说 我的弟子开悟了 当他带到旧金山寺那个地方 在他接近旧金山寺的地方的时候 当你开悟的时候 你会知道 那个僧人 他知道他开了悟了 所以他说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这是美国佛教上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就觉得 当他回到万佛城的时候 为什么那些庆祝的典礼在哪里 没有电视台来采访 没有电视台来采访 如果你现在去做这种保顺的活动 会有像西藏和越南的电视台来采访你 当他做的时候没有人去采访他 没有人对他做的事情大惊笑怪 我可以理解 在这个拜的过程中 所以理解没有人会理他们 但是 等我回来 尤其是我都开悟了 我期待着我的老师 给我有一个巨大的庆祝仪式 所以他在想 然后宣化圣文他知道 所以他在跟他开玩笑的时候 我的弟子很失望 因为我没有人去款待他 当他回来的时候 所以他在想 他在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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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想 那他甚至 我去图 可以 你跟原来的地方很不一样 所以 所以这就是这个比喻 你真的知道的很少 你只是有一个会员而已 你没有办法做很多事情 你不理解美国 你不理解生活 你只是有会员的权利来美国而已 所以这就是你可以学习 从中学习的地方 就不要太自打 这不是小的成就 所以这就是为了 所以这就是为了 知识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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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想的 如果你是想的 你会员的 你会员的 就是因为你想的 你会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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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会赖你 你会员的 你会员的 所以 如果你很自豪 你觉得你有这样的成就 你很自豪 我们是不会帮助你去寻找这种自豪的感觉的 所以这里面有些信息是在其中翻译当中丢掉了 比如说像昨天 昨天有一个女士叫Nasissa 是一个女士 Nasissa Nasissa是她的妹妹 这是我刚编出来的 你们太严肃了,你们要放松 如果他们不愿意讲这件事情 但是当她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要帮助他们 所以Nasissa今天在我们的听众当中 你可以看一看能不能认出这个Nasissa 是我们听众中哪一位 你想要站起来给大家鞠个功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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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俄文化里面,我们会比较直接 那我就是很直接 如果你跟我想吵架的话,你就会发现 所以,他的这种教弟子的方式 对他的弟子的方式不是一件好 他的弟子在寻求外界的认可 这种对外界认可的寻求应该很快被切断 因为他会阻碍你以后的进步 尤其是这个人,他以后成为了一个很有名的人 如果你有这种态度,说你要喜欢我,你要崇拜我 这就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宣化上人不是这样,他完全不是这样 因为他完全不是这样 他可以和他弟子说,你不要这样 这不是道 但是如果宣化上人,他本身就是这样 那就好像说 他就是有一点伪君子 跟别人说,我可以这么做,但你不行 所以这是我发现,我发现 宣化上人的一个特点 这是Less Affair 就是让他去的 他会比较委婉的跟你说 他不会直接的跟你说 直接的,你直接的跟你说 就是在亚洲文化里看起来就太直 不够委婉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 不仅是这件事和这个人 西方教育 教育出来的年轻人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都受到西方教育 和西方的价值观的意义 这是不幸的 如果宣化上人有更好的教他的话 他可以走得更好 不会陷入地 所以我听宣化上人直接说他这个地 然后他后面又进 但是呢 他带到万佛城的时候 宣化上人看脸他们说 他这个水平太低了 然后叫他继续拜 然后接下去 接着拜了六到九个月 所以估计 他到六到九个月 他又拜 在万佛城拜了六到九个月以后 他进入这个 提升到了下一个等 下一个水平 那另外一组的人呢 我也读了他们的日记很久以前 我不记得太多的内容 因为我没有找到太多我可以学习的内容 没有很多感应 他们最后 这两个人最后都还手 一个人死于癌症 这些都是不好的预兆 他们的修行不好的预兆 因为他们的修行不好的预兆 从他们写的这个日记上来看 他们写的日记上来看 他们没有像另外一主人经历了那么多的困惑 他们的拜的过程又更加的简单一点 本时他是一路拜过去 另外一主人他拜的时候 没有那么重的负担 因为他们两个的难度不一样 所以因为恒时和恒超这两个人 他们拜的时候受了更多的困惑 而且遇到了更多的障碍 所以到最后的时候 有一些人就开悟了 我看到他们十年前 他们两个都开悟了 我不知道什么情况 这年以前他们俩最终都开悟 我不知道现在怎么 他们说到最后 他们拜完的时候 那个护法他还没有开悟 但是他因为他帮助 帮助这个恒时法开了悟 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中动了很多火 所以他最后也开了悟 我回答了你的问题 我回答了你的问题 我回到437页的幻灯品 我回答了你 在香港食乐园 送了很多木瓜树 还有松树 中国的松树 我很喜欢韩国的松树 韩国的松树很美 这里的松树很美 到了第二年 因为刮了一场台风 这些树都被这个风刮倒了 所以他在问他的一个弟子 估计是当时就跟着他的弟子 你还记得吗? 在那个时候 比如说 我只要在香港一天 我不允许香港再刮台风 他说 如果他说 如果他不是在这里 就没事 但是如果他在这里 你不能有台风 他说了这样一句话 然后这个台风就开始避开香港 在离香港很近的时候 就会避开香港 所以10年香港没有刮台 所以他在香港待了10年 所以他来到美国的时候 他大概是40岁 是从30岁的时候 这些护法都非常的尊敬他 这让你可能觉得听起来很容易 但其实这是很贵的 每次当台风要刮到 这个香港的时候 会有巨大的灾难 会有巨大的损失 包括人命 包括经济损失 所以你看他在香港 对于香港的经济是很大的帮助 他在此外 他在保护香港 他在保护香港 没有这些 台风造成的经济损失 这就是 菩萨做的事情 他帮助你的时候 没有人指 如果你相信这点 因为他这个愿 管这个台风的神 他就说管台风的神 你不能来我的这块区域 如果你要来我的这块区域 你首先要对付 有部分 不好意思 죄송합니다 일단 어제 법문 마지막 부분에 내용이 어떤 거였냐면 제 마음에 남았던 게 각 단계마다 결국에는 내려놓은 과정이라고 볼 수 있고 수행이라는 게 특히 맞서켜서 나쁜 것을 내려놓는 거다라고 말씀하셨었어요 잠시만요 제 마음의 마음을 전달하는 건가요? 네, 저는 선생님의 마음을 전달하고 있는 것 같아요 작년에, 선생님의 마음을 전달하는 것 같아요 선생님의 마음을 전달하는 것 같아요 당신이 말하며, 모든 것을 전달하는 것이 우리의 마음을 전달할 수 있는 것 같습니다 모든 것을 전달하는 것에 대해서도 전달하는 것 같습니다 尤其是这些不好的东西 我的问题是,我知道我身上有不好的事情 我会决定放下他们 但是每次我想放下他们的时候 我觉得很恐惧 我想在我们修行的过程中 每次我们想放下的时候 我们都会遇到恐惧 所以我想知道为什么我们会恐惧 是因为我要走出我的修饰区吗 我想知道为什么我们会恐惧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感到很恐惧 所以我觉得很恐惧 所以我会感到很恐惧 然后我会感到很恐惧 我会感到很恐惧 我会感到很恐惧 谢谢他们问的很好的问题 比如说圣和塞是什么 他说 优秘说他想要感谢他们问的问题 他问什么问题 是selfie? selfie 那sissa 我代替他跟你說我不客氣 我有一個很短的回答 為什麼你會怕? 因為你內心是一個膽小鬼 我怎麼會知道? 你自己有恐懼 那你應該自己問自己我怕什麼 我是怕死 可是我怕失去我的丈夫還是怕失去錢 你要問自己 我不可能陪在你旁邊說 你現在 你這次不要怕失去錢 不要怕穿馬 不要怕開你的寶馬 XM3 我不知道為什麼你會怕 我不知道為什麼你會怕 你應該自己問自己 為什麼你會怕 為什麼你是這麼一個膽小鬼 膽小鬼在這個英語裡面 說法就是小鬼 所以師父還在裝雞酒 所以師父還在裝雞酒 另外一邊 這不是你自己可以選的 但是你有很多問題 你有很多問題 有很多錯誤 所以你有很多問題 所以你有很多問題 有很多錯誤 所以你要選擇一個正確 那我覺得今天我很脅忽,其實你要幫我決定 質問什麼事 我會問你 我 bel怕死 最重要的 因為我究竟在盡 部分 當時開過的 就會 發生wa期間 那我一個回來 這樣樂給你 为什么我会怕呢? 因为我想了想,我觉得可能是 第一个是觉得我现在的这个 现在的这个境界 就是现在这个平静的境界 会不会被拒绝? 那很好 我告诉你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下一次,你感觉到怕的时候 跟你自己说不要怕 我希望你听清楚 好,下张换单片 后面他决定去二组 因为呢,六组 在他六岁的时候就来 他顺便跟他说 你要修这个手眼 你要修这个手眼 告诉你这个手眼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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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六组大师 已经 预先就告诉他 说他会把佛教带到佛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决定 决定 决定去二组 但是我 但是我 但是这也没有任何问题 就好像 蓝道岛有非常好的这个海滩 还有 还有这个 还有本地的土著人 我 我很有兴趣去澳洲 去渐渐那些本地的土著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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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说明 在香港没有生的陷阱 所以就说明 在香港没有生的陷阱 是很大的 所以这是 这是这个 这个幻灯片最后也 现在写下一个幻灯片 6号 我问一个关于拜佛的一个问题 我在伟山寺的时候学了三步一半 我很喜欢在伟山寺的博堂里面做三步一半 我觉得在我断食的时候 这个修行方式特别有趣 所以我想问一问 这个三步一半 和你站在一个地方拜 相比有什么好 所以我想问一问 这个三步一半 和你站在一个地方拜 相比有什么好 所以我想问三步一半 可以再问一遍 师傅 我在刘山寺的时候学了三步一半 师傅 我很喜欢在佛堂里面做三步一半 我觉得做三步一半 在我钻食的时候很有道 所以我想问三步一半 这个站在一个地方 拜有什么好 是不是 我以为 我已经把所有的关于拜佛的问题 全都回答完 结果你们 你们竟然还能再想出新的关于拜佛的问题 这是为什么你们 是非常特殊的一群人 你可以 你可以 你可以站在那里做三步一半 如果你可以 走太空步的话 你就可以站在原地三步一半 你可以做那个 Michael Jackson的这个 月球步吧 如果你能做到的话 你就可以站在那里三步一半 然后说 我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 如果你就 我的意思是 如果我就站在那里拜 在这个垫子上拜 那师傅说 为什么你把它叫做三步一半 或者说 他们做 这些僧人做三步一半 或者说 这些人 做 的事情 匹别是 他们在外面 拜 你的自然 在那里面 知道 如果你去 你在路上拜 拜下去的时候 你看到 你的头会 会接触这个马路 那个柏油马路 那种实力 所以当你拜下去的时候 你的额头 会碰到这个马路上的实力 最开始的时候 你会看到有一些 有些 伤痕 如果 如果那里有 电视台的话 你就会有大马 你这些 照片 你这些很丑的照片 会一直流传在这个互联网上 所以对于这些人来说 这是我的想象 我从来没有试过 因为我不喜欢拜佛这个 所以 当你拜下去的时候 是有这个 是有 哦 我记起来 第一组 他们拜的时候 他们从那个 从HOME DEPOT买了一些 这个 他们从HOME DEPOT买了一些 这个 他们从HOME DEPOT买了一些 这个 这个保护膝盖的东西 从中国产的 保护膝盖的东西 如果你从HOME DEPOT买的话 会便宜很多 所以我记起来了 第一组 他们拜的时候 他们带了这个 膝盖的保护的东西 因为当你拜的时候 你拜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的膝盖是负重的 你的大部分重量都压在你的膝盖上面 所以是很困难 你一直这么做的话 对于你膝盖的压力是很大的 对于你膝盖的压力是很大的 你这个皮肤上会有很多的伤 而且 当你拜下去的时候 你的头 会碰到这个马路上尖的东西 而且你的手 我记得起来 他们第一组人 他们手上还戴着手套 所以我第一步 一下子就把他们 从我的这个 这个 从我的这个记忆里面删除 因为这个是太舒服 因为我是从一个 战争的国度里面来的 活在这个丛林里面 这是我们的要求 所以我们不会戴手套的 我们不会戴一个 这个 保护膝盖的东西 我从来没有经历过战争 但是我经常会想象 因为他们用这些手套 和这个 保护膝盖的东西 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说 戴着 这个困难 很多会降低很多 但是他们忘记了 他们要拜的时候 他们要拜的时候 所以他们拜的时候 我来跟你们解释一下 我有一部分没听清楚 所以我来跟你们解释一下 就是像韩国的 韩国的这些 出家人 韩国出家人 他们都是在室内拜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以前让他们 沿着这个 如山寺 周围拜 也是基本上 还是比较清洁的 基本上都是在地面上 就是混凝土地面上拜 但是他们三步一拜的时候 他们是在各种草地上 泥地上 这个历史马路上 所以这个马路上可能有尖的东西 所以可能你手一过去 就会把你手弄上 你也不能说 你也不能说 我先拿出一块手帕 来把这个地给擦干净 然后再摆 就看起来很丑 所以这个三步一拜 要比你在佛堂里拜 要困难的懂 所以你最后要学会 他们最后他找到一个方法 这是他的功夫之一 就是说你知道你必须要做这么做 你坐在那里 你在那边想象没有用的 他去拜了 他伤到了他的头 伤到了他的膝盖 伤到了他的手 然后他学会 当然你每次伤到以后 你的皮肤会变得更加硬 但这当然有帮助 但这没有给你完全的保 所以他拜的时候 让他拜下去的时候 让他的这个膝盖碰到地的时候 他只是非常轻地碰这个地面 所以他的这个膝盖 就非常轻地碰这个地面 如果你的膝盖 如果你的膝盖 太快地冲击地面的话 那你的膝盖 受到的力量就大 然后还有你的这个头 如果你的膝盖 如果你的膝盖 会容易一点 因为如果你的手和两个膝盖 已经在地面上的话 你的这个额头只需要非常轻地碰一下地面 所以他的手上的皮肤 要比你的额头上的皮肤厚得多 所以你可以保护你的额头 就是说你的额头只轻轻地碰一下地面 所以这是他研究出来 他应该怎么样拜 让他拜到最后 他在中间的时候 或者他接近最后的时候 他已经发现了 这个规律怎么样去拜 所以他成为了一个 在三不一拜的专家 所以我不会跟你解释 因为我不知道 这是我的想象 你记得吗 我跟你说 我很不喜欢拜 我跟你讲的都是我研究出来的 我讲出来的都是理论 所以 最后他研究出来 他会怎么样带 在他的那个警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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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会再被那个着力点 所束缚 所以就变得非常的有益 所以 变得非常的有益 所以 当你在拜的时候 拜到那个警戒 就开悟了 所以 他开悟了是因为 那么他 因为他 因为他把 拜佛的这个法门修到了极致 另外就是为什么我教你们 你要拜得慢 所以不要像韩国的出家人一样 你拜一千一下,拜三千一下 这个是在运动 就像武當刀山,這是運動刀山 你要拜得慢 所以在這裡 你不需要保護自己 因為你這裡的墊子到各處都是墊子 而且都很乾淨 你可能會聞到一些味道 思維 所以 因為 這個法師當時三不一拜的時候在外面拜 路上有各種東西,他可能會發傷他 所以當他回來的時候 他當時在伯克利斯 我是一個大秘 然後他就跟我說,我來教你怎麼樣拜 然後他就找了一個墊子 找了一個墊子 在墊上拜 然後他就說,接下來我教你怎麼樣在地板上拜 所以有人問他,師父 我看過 在中國的體系 我看到過 他說 你拜的時候 你不站在你的腳上面 你的腳 你們腳是放在地上 平放在地上 然後 然後 然後他就說 我是拜佛的專家 所以你要做我跟你說的這個套路 因為如果你把這個腳平放在地上 因為如果你把這個腳平放在地上 你就會傷到你自己 然後第一組人他們拜的時候拜 是這個 穿的是這個運動鞋 然後 然後第二組人他們穿的是這個 就是出家人的鞋 如果你把這個 這個腳的背翻過來 貼地的話 你就會傷到你的腳背 所以 你不能說你 我當時聽他這麼這句話 我就覺得 你不能說你是這個 你是專家 就是宣化少人可以說他是專家 所以當他問的時候 我可以想到 他從頭到尾 所以他可以說他是一個專家 因為我覺得你們中大部分人能夠做得到 所以你可以知道為什麼 如果你在原地拜的話 這要比你在 佛堂周圍一圈拜的話 比較容易 因為你在佛堂周圍一圈拜的話 你要首先要維持你的平衡 然後你還要不要影響 妨礙別人 所以 如果你做的事情比較困難了 那你就可以得到更好的 更好的結果 不要顯然 你還要找結局 這個聰明的人總不想找結局 這個聰明的人總不想找結局 在中國的這個系統裡面 他們會讓你 受很久的苦 因為現在的西方人 已經太弱了 所以我經常給你們一些捷徑走 但是我的師父就會跟他的弟子 不要受苦 就是他們的態度 回答你的問題 所以你問的越多 我能跟你講的就越多 下一個問檔 在這個程度 Used 就是他們所尖觜 haber ,讓你身體 愛 要這樣 會 燈 理聘牌 Viv 这个法语心中的词 所以这个法语心灯 赵古冰这个 这个标题是非常有含义的 但是这个翻译感觉没有什么 感觉翻译的不是特别好 谢谢 谢谢 他都不知道他的业 不知道他的业 有这么个情形 人人都不知道 人人他都不知道他的业 都不知道 有点 就是不知道他们这个 这个 发生了这些不好的视频的原因 如果到美国 那天打飞风三校了 证死了五六十个人 不过你们人都不知道 这都是过去的事情 有的人都不知道 香港有一年旱 旱的很厉害 旱的很厉害 香港在谁 香港是谁 俱乐园 水也来得少了 水也来得少了 这样就更了不得了 这样不得了 刘果娟 你跟他说 但是 我念佛 如果三天不下雨 我就不允许你回到我 希乐园 我就不允许你回到我 希乐园 我跟她说 你必须要读 佛陀佛的名字 和说 准备 如果有三天的雨 如果有三天的雨 我永远不允许你回到我 希乐园 我永远不允许你回到我 希乐园 我故意跟她说 她也很老实 她就猛念佛 她两天半落落落了 以后摸水 她也很老实 她就猛念佛 她就猛念佛 她两天半落落落落 她就猛念佛 她想来 肝肝佛堂就临功了 我就有水去了 其他的佛堂就领功了 拜颤灵了 念佛灵了 念咒灵了 词上怎么下的雨他们都知道 他们都不知道 讲老实话 讲老实话 叫一个人 这个权力我还是有的 坎普财 坎普财 归于我这年77岁 这些效命的战卦 都说他那一年12月13日一定死 坎普财知道 坎普财 坎普财 归于我手里 他在77岁 都说他会死 他会死 那年12月13日 他会死 他会死 才归于我 他会死 才归于我 师父你能救我多活10年 我帮你照庙 那我给你多活12年 不单单死你 以后他90多岁才死 你讲出来没有人相信 好像我很多很多的事情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的 没有人知道我告诉你 我有很多重要事 没有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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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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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Everyone does not know his karma, doesn't know why they have shut the case, and they really don't know. So he's referring to the fact that, this is my guess, this is the range here, he's listening, and we just listen. So he's referring to the fact that, this is my guess, this is the range here, so he's referring to the fact that, he has this beautiful penetration, and he knows about your past life and the heavenly eye. So he has the天眼. So in Chinese tradition, especially with him, they are encouraging people to open their eyes. So he says, this is Jeno's introduction. He says, this is Jeno's introduction. You cannot tell past events, you cannot tell past events at all. So see, and that's these two, the combination of these two spiritual penetrations. These two spiritual penetrations. So he has an example of one year, Hong Kong had a severe drought the entire year, Hong Kong has a厚い has a cold. So they started to change up the water. They started to change up the water. This garden was also in the West Mlius Garden. This garden is also in one year, in Saen Yonze, we have like three years. This is the Bay area. So we had three years, in the Bay area. 修罕少人说,这个问题开始变得越来越严重 他必须要插手,是因为他的稻草、施乐园受到累 所以他打电话给他的弟子,说你要念佛求语 你必须要成功,不然我就不让你继续来施乐园了 你这是一个很可怜的女士 我会告诉你,如果你念佛,你是可以求语的 这是很深 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感应 就看你修这个法门修得有多么的厉害 清华少人就是 就选择去玩弄这位女士 这位女士她有这个能力吗?靠念佛来求语呢? 她说她没有这个能力 但是她还是要这个女士来做 因为这个女士她是非常简单,非常老实 所以她相信所有的清华少人跟她说了所有的话 这位女士就非常认真地念了两天半的佛名 然后就下了雨 所以她就把这个念佛名后跟下雨刮沟起 因为下了雨 也不是因为刮台风 也不是刮台风 但是下了很大 所以就好像是刮台风 如果有这么大的雨 我觉得在烟园旁边的这个道路就会有问题 就会有急事流 对不对 就像是在这家族 但是如果这个干旱 大旱 汗了一年 要这个补给过去大旱 所失去的这个水 所以这场雨必须要非常大 所以这是这个大旱中的 就是因为这场雨结束了 因为有这场雨 所以所有的这个佛教道场都试图邀功 他们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一般呢 这些佛弟子 他们都会去到这个请道场做法会 法会去帮忙 这个交哉 所以我去台湾的时候有人就教我说 你可以念这个龙王经 这是台湾 我的那个教我 教我 我的解师去告诉我可以去念这个龙 我们现在学到的是你如果念佛明号 是一样有用的 是一样有用的 所以其他的道场就说 他们就开始邀功说 因为他们拜颤啊 因为他们念咒啊 念佛明号 因为他们没有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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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它开始凉了 所以那就是 那就是 六号 师傅 他是不摆架子 他是很谦虚的 那为什么他要跟他的弟子说这些故事 他想要教他弟子什么 所以说我不知道为什么 只要我去解释他的行为 我只能跟你说 他所做的这些行为 不需要对我来说有道理 他可能对你来说有道理 对你来说没有道理 但是我不管 他做的事情对我有没有道理 如果你想要问我 我可以猜一猜 这些中国人他们知道的一点是 他们不会 质疑他们的老子 因为在这个 在这个时间点上已经非常清楚 就是 比如说他可以到处去治疗别人 在别人面前 所以他有这些能力 所以他有这些能力 在他的这个水平上面 他可以 他的这个智能是非常全面 为什么他要说呢 当时不在哪 我也不知道什么 当时听众 对我个人来说 出于某些原因 对我来说是有 对我来说是有 因为我没有像你这样有这么一个善知识可以问 对我来说是比较 这些东西对我来说 对很奇怪 因为我当时是 读的是英文的翻译 因为我当时还不理中文 当我读到这些故事的时候 我的心里面没有任何闻 对于我来说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所以唯一的解释 就是说 他 可能是就跟我 跟我吹过你 所以你 你听他吹牛吹多了 你也就自然 不以为他是在吹牛 所以如果 当我回顾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的确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他 无论说什么 我从来没有 怀疑过他 他说 你要受苦我就受苦 只要我坐得长一点我就坐得长 这是很奇怪一件事 因为我没有在吹牛 很可能 他前世是我的老 或者我们一起 当你们一起修行足够久以后 就不会再有 再有这种 怀疑的念头 这位女士她问了 因为她的福报还不够大 所以对于我来说呢 所以对于我来说呢 我相信我们 我跟修化生人有很大的因缘 我们之前有很大的缘分 所以修化生人他这么说 对于你们很多人来说是很惊讶的事情 对于我来说 没有让我觉得很惊讶 反而让我觉得 如果你能做得到 我也想来 我也想试一试 所以他 努力我 能够更加努力的去修行 不管你问我说 我就要 我想要继续执行 跟我说的事情来做 来看看 我能不能达到 也有这样的神通 对我来说这是有帮助的 但对于普通人来说 这不一定有什么好处 但对于亚洲人来说 很多的亚洲人 对他们来说是有好处 因为他有很多亚洲来的弟子 听起来他帮助了他们 救了他们 所以 他们中 有些人 有些人可能有怀疑 但是 当他们问别的弟子的时候 就会告诉他 你看我这个上把 你看我这个 我这个我爸爸 他70岁 电话上让他活到90岁 他去世以后 我当时还是个杀咪 他仍然会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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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弟子那里 有些他的弟子会说 我去 我去 拜到那个山上 那 电话上说 你可以去那个山上面 拜这个普贤菩萨 因为每年他们都组织这个旅行 去这个山上面 去这个山上面去拜这个普贤菩萨 然后把这个水给收集过来 然后来帮助他在家里 那些生病的家里的人 就 病就好了 所以 他有 他有 非常虔诚的 一群弟子 他们非常 相信 宣华少人 因为 因为 他每个人都受到宣华少人的感动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不是他们直接的弟子 也不一样 我们跟宣华少人可能没有同样的关系 也会显现出来 比如说 他去世以后 他的弟子 非常 非常地 尊敬他 非常地 他们非常地 忠诚于宣华少人 他们只想听宣华少人说的 他们不相信其他任何人 对于我来说 我很喜欢 这一点 就是 佛的大弟子 成为佛的大弟子的原因 我最近告诉我的句子 我很 我很 很尊敬的 很尊敬的 一个 这些佛的大弟子的一个品德 是他们非常地忠诚于佛 是一种 你可以说 是一种 是盲目的尊敬 格尼佛 魔魂目见连 阿那尊者 这些弟子 他们 非常忠诚 忠诚于释迦牟尼佛 我觉得 释迦牟尼佛的教导 是非常不可思议的 他的弟子身上 有这样的忠诚 忠诚的程度 我在我的弟子身上 就没有办法看到 这里有一个巨大的好处 因为你想要忠诚于 一个伟大的人 因为你想要忠诚于 一个伟大的人 就不需要对你来说 不需要有任何的道理 他们忠诚于他 是因为他们从 他精华尚人身上 有非常多的感应 非常多的好处 我是千花尚人的弟子里面比的少数 我基本上 基本上没有什么 没有得到什么千花尚人的帮助 所以我趋止可数了几个 等到我开始 等到我开始教的时候 我又得到了几个 所以我看到了 做这件事情的好处之一 对于他来说 是可以还有帮助的 但是这也有一个问题 他的弟子 会一直跟着熊华尚人 熊华尚人可以帮助他们 但是他的弟子 就错失了很多其他的好的老师 这就是 这就是 这个弊端 如果有一个大菩萨 比 俊华尚人的水平要更高 看俊华尚人的弟子说 你会有好的根性 从俊华尚人那里得到好的根性 他们就会遇到很大的阻碍 如果这个大菩萨想要交 交相华尚人的弟子 这是他们的一个弱点 因为这不是真的禅 真的大臣 真的禅 我鼓励你们 包括我自己 因为我自己也在这么做 我鼓励你们 一直要找一个善 好的善知 找一个大善知识 如果有著名的一个善知识 在中国的传统里 我们会鼓励你 我们会鼓励你去找这个大善知 去明求他们的教导 这在大成里面是 最厉害的这个指导 最厉害的这个修行方式 这个应该超越 超越你的 超越你的忠诚 你平时是忠诚的 但是当你听说有一个大善知识的时候 你要去那个大善知识那里 并且有一颗 就是有一颗这个 开放的心 就是愿意去听别的善知识 我需要这种 但我还没有成佛的时候 我没有听说过这个故事 我觉得佛他以前会告诉他的这些弟子 比如说 尊佛丽佛说 你应该去找一个善知识 因为这个是佛教的这个精神 所以这都是有好和坏的 所以比如说 有些话少人 他 呃 他这个展现神通 或者别人会不理解善话少人 这对我来说 呃 我没听到 不好意思 很快的我就没有什么话可以跟你们讲 他后面又说 我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 我可以让你活得长 反过来说 也可以让你死得快 这是一样的 这只是一个等式的两边而已 这只是一个等式的两边而已 过温 如果这个人 他活得长 那另外一个人就得死得快 所以 你看 你看 你能够做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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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一个平衡 对 你知道 我只能够做这个 这个世界是很平衡的 好 所以他说 让我告诉你 我也可以决定 我可以决定 有些人要死 或者有多长时间 例如这个人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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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人 他 所以 他 他 跟熊和尚人说 嗯 我 我 我归一牛 我想多活几年 这个 我这个音效非常的好 我非常喜欢 师父 你让我多活十年 我帮你照妙 所以 所以 我觉得 这个中国人 当这个 他有需求的时候 他这个 听起来 会非常的诚信 所以 这些话上人说 所以 嗯 不仅是他 这些话上人也帮助我的这个 帮助我的子母 活得更久 所以 他一直在这个 选神通 因为 他弟子都觉得 他是 他是我的师父 没有其他的 我没有其他的 除了这个师父 他说 他就 多活了十二年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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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东西说出来 没有人相信 但实际上对他来说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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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东西 他说 继续 他说 他说 嗯 嗯 所以 所以 我们就 刚才的带子就讲到这里 OK OK Continue Please 你太太果满 她到希勒园去 就好像 你太太果满 她到希勒园去 见到那个桃树上 好多虫 她就会说 她说 师父 我终于来希勒园了 拜佛 你这么多虫 我吓得都不敢动弹了 她就怕虫 我说 你明天来就没了 第二天又上级 她一条虫也没有了 我说,回来明天,不会有任何人。 接下来,她又回来了, 但没有一只蚊在里面。 每一个树叶上都有三四条虫, 居下有好多虫在发。 一条也没了。 在那时,有三四种蚊在一树上。 也许多人在地上。 她回来,一天后, 甚至一只蚊能看到。 我们用沙虫水把它杀掉。 我们用沙虫水把它杀掉。 怎么样,它就没有了。 他们不确定没有杀他们的证明。 他们怎么能够发生? 就是这么讲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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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其他的。 只讲一句话。 你明天来就没有虫了。 你明天来就没有虫了。 你们知道这个虫啊, 就和我的龙的弟子归弟子去拜佛去了。 你们一般人都不知道。 所以才那么多虫。 今天我讲明了,给你们听完 要不然一天没了,它就没了 停下,停下,停下,鸿子是非常有意思的 所以,另一个故事是,一位弟子的妻子,果满 她的一个弟子的太太叫果满 她看到很多虫子在这个苞树上面 但是有太多的虫子 所以她觉得她很怕 所以她就跟她说,明天再来就没有虫子了 然后呢,本来每个树叶上都有好几条虫 结果,第二天来就没有 第二天说,我没有用这个杀虫把这个虫子给杀了 所以他们怎么就这么消失了呢 因为我就讲了一句话 就是跟那位女士讲的这句话 明天来讲就没有虫了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的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的 因为我看这个虫子 它是跟我的龙弟子一起来的 我的龙弟子他们来皈依 给他们皈依完了以后 这个虫子也就跟着这个龙弟子一起来了 为什么他们没有办法留在这个树上呢 我会在这个树上留几条 对于这次发生的故事 天花上有非常大的神通 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奇妙的事情 6号 这些动物他们可以自愿的去皈依 他们有这个能力去自愿去皈依 所以我说是的 动物可以自愿皈依的 有的时候呢 他们能归于是因为他们受到帮助 他们跟这个虫子 比如说这些虫子 就是跟龙一起来的 这个龙用他们的神力 帮助这些虫子 所以大家要把这些虫子 去皈依然给他们 然后请求雋花上人接受他们 成为他的弟子 所以这个龙 他把这些虫子 嗯 介绍给雋花上人 雋花上人做了他成为弟子 然后他们 这个嗯 嗯,图一结束以后,就必须要走 所以就告诉你,这个玄化上人是一个非常纯净的一个僧人 这些所有的事情告诉你,他是非常亲近的一个人 他不贪,不贪钱,不贪名 他是非常亲近的一个出家人 如果我们尊敦也有那么再疯了 我需要另一个人去教人的关键 第一个有什么 IB的关键 第一个是,我不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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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贪... 不贪,不贪,不贪 东西 对人家是不是很幸福 这种人效应在这里 他处理好吗? 我只认识我的关键 那有什么好可能? 师傅,我想问您一个关于生命的问题 有一个人说他不想活得很久 另外一个人说他想活得更穷 一个不想活得那么久的人 可以把他的命给另外那个人 他们可以做这样的交易 第二个问题 我前面这个问题是一个补充的问题 作为修行人,当他们修行的时候 他们要把他们的坏习惯放下的时候 他们会感觉很恐惧吗 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不是的 这并不是常见的 所以我给你讲一个故事 所以我给你讲一个故事 谢谢 我知道有一个菩萨 她是一个女士的男亲戚 这个女士她有一个小孩 一个单亲的阿玛 然后她的儿子就是这个母亲的一切 所以她牺牲了所有的东西 去保护她的儿子 她到9岁的时候就变得非常的 所以她一直在吃辣吃辣吃辣吃 然后呢 她的同学在学校里面就开始欺负她 然后她就打电话回家 然后在那边哭 然后跟妈妈说 啊,我怎么做呢 所以这个菩萨就来找这个妈妈去教她 说 应该求佛帮助 求佛 我希望我的儿子的回到正常的天 然后我愿意承受他的这个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 那个孩子真的变得变瘦了 而且变得很英俊 但是她本人变得很胖 所以这些事情会发生的 是因为你得到了方式 而没有这个能力能做的 就是说 我想把我的人生的一部分 给我的妈妈这样 她可以活得更久 就可能可以发生 也可能不会发生 一般是不会发生 所以这个已经远远超出你的能力范围 你没有这个能力去决定 你没有这个技能去决定 一个人能活多久 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去决定 你没有这个能力去决定 那么我们要看到不错 所以我们要看不错 这些能力去决定 这些是我们的职业 那这个是我们的财务 而是我们的财务 而是我们的财务 有其他人吗? 好,大家还有其他人吗? 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